法是怎樣呢? 就是這裏上順這裏下順 那所以呢就是兩年了 才換句話說什麼意思呢? 現在我這樣 2013年 現在是2013年 那打落 在2011年之前的任何口頭協議 那個官呢 都是一定要接受你這個案 然後去決定究竟誰對誰錯 所以它的有效期是兩年 oral的 如果它是written的呢 就是2009年 就是四年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張紙是有四隻角的 那我們就容易記咯 這個是口 這個口有上面有下面 那就容易記咯 明白嗎? 2 years is oral 2 years is oral 2 years is oral 2 years 2 years is 4 years 就是所有的 document 所以 判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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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呢 原來在法庭上面 假設 老公 是判了 要給 妻子支持老婆 這樣呢 這是一個判斷來的 原來它呢 在這十年裏面 如果沒有給過 後來老婆 撿著這件事 說我要execute 那也是有效的 十年以內都是有效的 那十年沒有 判斷很多 十年沒效的嗎? 沒效的 好厲害 好厲害 還有呢 我們有一個就是叫 那個title recovery title recovery 這個難記一點 就是五年了 Francis 你這樣去教 很容易入腦 是啊 入腦 用 用